全台唯一的BMW M5 CS 你剛剛有注意到它的頭燈嗎 統哥 沒錯 我沒看錯那個顏色 電門打開 它基本上就變成黃色 它不是白色的 對 你看如果它是 平常用的話 它是白的 再來 開大燈變黃色 他說這也是跟經典致敬 跟賽車可能有點關係 沒錯沒錯 這在路上 你就在你後面有時候 你會想這是什麼 這是哪一台BMW 是的 它就是那麼獨特 對不對 車室內一樣 哇 滿滿的 不同的元素 幾皮方向盤這是一定的 而且聽說這個方向盤 比M5 細一點點 因為它 這個BMW聽了很多 消費者說 我的方向盤越來越 真的 真的 對 它終於把它做細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邊細節有這個 上面的方向指示 它指示線很特別哦 對 超級的細膩 對 就是看不太出來 點點點 點點 真的是點點點 然後呢 卡蹦的這個換檔方向盤 嗯 換檔撥片 你可以看到它還鏤空 就是為了輕量化 為什麼這個置物箱被取消了 這沒有可以置物嗎 沒有置物 打不開啊 為什麼 這麼大一片 他說為了輕量化 OK 70公斤就這麼 蜘蛛比較難 對對對 這樣一點點的計較 但是這張椅子 真的太棒了 真的 它很禁忌 沒錯 沒錯 可是你看舒適性 通通都兼具 一樣電動可調 然後腰靠 再加上 你看我這裡可以握著 你真的很嗨的時候有沒有 我不害怕 我抓好就好了 是是是 但是 可以發覺 但是腿中央感覺有點奇妙 對 這一塊卡蹦呢 我不知道在輕什麼 就是你看不到 你看董哥那邊 對對對 我尷尬 這個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換成手機架 因為我總覺得好像有個手機 放在我的跨間 因為它是硬的 然後卡布在中間 沒錯 但是最high的我覺得 還是在它的引擎聲 我們還是要聽一下 SIRUS 它現在還要暖車 所以它現在轉速 只有到3000轉 所以我們現在踩 它就到3000 但是它暖一點點 它就馬上轉速會拉到7000轉 那我們把trashing control關掉 我沒有講一下 因為這不是總代理引進的版本 所以你看到的是 簡體中文介面 然後它也有排氣聲浪調整 但是我發覺 真的我們剛剛聽的這個 G4S的聲音 NA聲音 會不一樣 但是說真的 這個聲音也很好聽耶 沒錯 來 好 我們來試試看 M2 好 它還是少了一溃 但是我知道 等火 等它車冷 這個暖 我們現在在一個靜止狀態 其實不是它完全真正的樣貌 這台車的價值完全是在於 我覺得它是非常多樣性 滿足你的一台車 又是這麼性能的 對 而且呢 你不需要去找理由說 我什麼時候要把它開出來 哎呀 對 因為你隨時可以開它出來 因為它實在太好用了 它的空間 然後它的這個質感 都非常的豪華 如果你有機會在路上看到它 我們騎禮 當然喔 我們講說如果你身價論高貴的話 那人家是千萬等級的 沒錯 絕對要進 對不對 因為我是這麼樣的稀有 然後很開心